6月27日,美国警方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郊区一辆被遗弃的拖挂式卡车内发现大量非法移民的尸体。 截至目前,遇难者人数已上升至50人,死者中有39名男性和11名女性,还有16人因中暑等原因被送往医院,其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 事件发生后已有3人被拘留。 据美联社报道,周一傍晚6点左右,一名城市工作人员在圣安东尼奥一条偏僻的小路上听到卡车内有呼救的声音。 警方迅速做出反应。 警方表示,在现场附近发现了46人死亡,所有遇难者都被认为是非法进入美国的。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非法移民是如何死亡,以及他们被遗弃在路边多久。 圣安东尼奥以及德克萨斯州其他地区本月正在经历接近历史记录水平的高温间期,这被认为是可能的致死原因之一。 墨西哥外交关系部北美部门推文称,其中22人来自墨西哥,7人来自威地马拉,2人来自宏都拉斯。 白宫28日表示,拜登总统已听取简报,正在密切关注这起可怕和令人心碎的事件。 旅行房屋租赁平台Airbnb6月28日发布了一项永久禁令,禁止一切形式的派对活动在Airbnb房源内举行,包括公开邀请的聚会和只需一晚的一场大型活动的派对屋。 同时,将单个房源的最大代客容量限定为16人。 此前,Airbnb允许房东根据房源以及周边环境,自主决定是否允许房客开派对。 但自从2019年在加州移动房子的派对上发生枪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后,Airbnb开始逐渐禁止客人开派对。 同时,禁止在社交媒体上宣传举行派对房源的地点。 Airbnb表示,去年有超过6600名客人因相关违规行为被永久封禁账号。 数据显示,自从公布了临时禁令,在Airbnb房源内举行派对的报告比一年前下降了44%。 6月28日,在土耳其、瑞典和芬兰三国政府首脑与北约命书长斯托尔·腾贝格进行谈判过后, 土耳其撤回了否决瑞典和芬兰两国加入北约的决议,同意上述两国加入北约。 今年5月,瑞典和芬兰提交了加入北约的书面申请。 此举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最大的地缘政治影响之一,并可能改写欧洲的安全版图。 在今天三个国家外交部长签署三方备忘录后, 北约秘书长表示,强烈欢迎这三个国家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建设性态度。 另一方面,伊朗已在6月27日正式提交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希望为所有成员国增值。 6月28日,中国发布第九版新冠病毒肺炎防控方案,改版方案优化调整了风险人员的隔离管理期限和方式, 将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从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加7天居家健康监测, 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加3天居家健康检测。 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第1、2、3、5、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在居家健康监测的第3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6月28日,坐空机构Gracely Research发表报告称, 未来汽车通过夸大收入和提高净利润率来达到目标。 未来可能会利用未合并的关联方来夸大收入和盈利能力, 明确指出了武汉未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称该公司帮助未来持续实现高增长和盈利预期。 这一位合并的关联方已经为未来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该机构认为,面向武汉未能的销售使未来的收入和纯利润分别增加了约10%和95%。 具体而言,该机构发现, 未来在其2021年财年的盈利增长中至少有60%归因于未能。 消息发布后, 未来股价早盘跳水跌幅超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